全日總結環節 新邊嘉賓有餘財政勸市務總監郭司智 郭Sir 先跟大家跟進大市方面的情況 先看看內地市 三大指數跌幅0.15%至2.77% 上證指數跌近3%跌117點 全日收佈4,112點 至於深淨城指跌21點 報14,112點 互深300指數跌83點 報4470點 至於港股方面 現在報27,281點 跌362點 跌幅超過1% 郭Sir先跟進內地市 昨天開始已經有跳水跳了下來 今天繼續下跌 跌近3%去收市 是否情況現在繼續跌下去呢 因為有消息出來 傳出來繼續收緊兩融方面的細質 但似乎又好像未證實 又出來澄清過沒有這件事 但其後又將有關微博刪除了 現在應該怎樣看回大市呢 空月內風未必無因 早前A股不斷上升 其實勢頭一時無良 但券商融資方面的配合 這是很主要的原因 內地股民開了戶口之後 如果可以融資當然是融資 即是做孖展 拿10萬元來 公司多借5萬元給你 你可以買15萬個股票 老實說市一路上升 你賺的錢是多些 客戶當然是開心的 券商亦是無所謂的 因為第一生意做大了 第二借錢給你 亦是賺取你的利息 但問題是 不斷地融資去支持 成交支持市的上升 其實在某程度上來說 會令到市走快了 亦升得比較急 領導人亦說了 希望這隻牛 上升的牛 是慢牛 即是慢慢升的牛 不是一隻狂牛不斷地上升 既然說了這句話 即是政策的規限是遲早的問題 中證監這次發表了一些表示 要規範兩融 也不知 稍後否認了 但問題是 我個人看 既然可以說出來 或多或少顯示了 中證監也好 或內地政府已經在關注 股市是過分急升和過分投機的情況 為免打壓股市 說完之後 彈弓手收回 但問題是 你這個彈弓手一出的時候 市場收到 我亦認為 監管當局 會和幾間券商作溝通 了解他們融資的情況 例如中信 淨資本比較高 你可以借的錢當然比較多 內地規定不超過四倍 換句話 你有一萬元 你可以借 不多於四萬元出街 老實說 借多就不行了 中信 因為它本身除了股票買賣 還有其他資產管理的業務 所以在這方面 發展會比較慢 但相對6881銀河證券 由於大部分都是 省戶或中省戶 投機比較多 兩銀河證券業務方面 比較進取 相當於1元的資產 可以借4元 已經借了3.9元 所以券商方面 面對證監 突然之間下指令下來 雖然沒有說明 沒有白紙黑字 但收到 當然要略為規管 一些借得多的 便打電話給他 叫媽展 你借得太多 我不可以借那麼多給你 要是你補一些錢 沒有 沒有你就要沽貨減榜 明顯就是 這些相關因素 令到A股近日 跌得比較明顯 不過說真據 上證指數由2月9日的低位 當時3049點 去到4月28日的高位4572點 升了足足1523點 我講的是49.6% 有少少調整 少少整固 有甚麼那麼奇怪 好 明天也會再公佈 內地這個 最重要的數據 進出貿易等等的數據 是否都會預料 市場會比較觀望 又或者是 如何去預測這些數據 明天 其實 數據方面 我想都是差的 因為 經濟的步伐比較慢 當然 現在相關的數據 是滯後的 不能夠反映 現在 未來一兩月 或者一兩季度的情況 但是 我自己看 由於工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 勞動成本也不斷上升 更加沒有廉價土地這個情況 即是 面對外圍 例如歐洲的匯率 持續下跌 我們的匯率 持續高企 即是我們貨品出口 是沒有甚麼競爭優勢 別人覺得我們的東西很貴 事實上也真的貴 出口既然不能夠提供貢獻 政策當然是投放在內稅和固定投資 這兩個板塊 相關的數字 出來 只是反映工業鏈生產的情況 其實市場一早已經預算不好 不過大家覺得 工業生產比較慢 反而會促成中央政府 多放一些政策在內稅和固定投資 因為最終你要補測 以往7%的經濟增長 或者中國內地經濟增長 是依賴出口 依賴內需和固定投資 如果20年前或25年前 出口對經濟貢獻是很顯著的 因為當時廉價土地、廉價勞工 海外的購買力亦相對比較強 他覺得中國的貨品很便宜 否則真的有實際的需求 所以當時中國在工業方面 成為國際工廠 所有產品差不多絕大部份 都是內地生產 不過現在這個情況 已經慢慢減少了 好 接下來跟大家看看 今天比較高的股份 當中包括剛才提及到的 一些勸商股和內銀股 看看兩個板塊 現在的收視表現 中信證券跌一毫半 至於海通證券跌五毫 中國銀行升一毫二 至於中國光大跌五毫 國泰軍安跌四毫 內銀股方面 建行跌一毫一 工行跌七仙 中行跌八仙 農行跌四仙 交行跌八仙 照相銀行報二十二毫零五仙 中信銀行跌八仙 民生銀行跌兩毫二 至於叢龍行跌兩毫 光大銀行跌六仙 郭Sir也問了 今天沽額另一個板塊 也非常焦點 就是一些基建鐵路板塊 沽額非常沉重 其中看到一百零零的中交建 更加跌穿五十天移動平均線 跌勢都非常急 跌超過5% 收補於11.64 另外其他相關的股份 譬如中鐵建 中交建 中鐵建 和中國中鐵等等的A股 今天都在美市的時候 跌停了 是否都預測整個板塊 之前的升幅都這麼大 現在似乎沽額會繼續 越跌越深 第一就是一路一帶 而引起市場的憧憬 是很明顯的 尤其是中鐵、中鐵建、中交建 這些股價更加是大手追捧 聲勢一時無量 你看一下中交建 其實起步點是大約百元 第一陣一抽上去 已經能夠突破十元 之後整固完之後 第二輪上升 最高見到十七元 升勢比較顯著 因為由低位上去 整個浪升了70% 之後高台的小小的整固和消化 是很正常的 但近期有少許新聞 可能在合約方面 存在一些貪腐的情況 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令股價大為受壓 其實在14元失守之後 一、二、三、四、四枝陰燭之下 股價不單止跌跌10、20天 而且今天繼而跌穿50天平均移動線 即是早前在低價買的 現在都沒有錢賺 高價追入的 現在面臨股價持續下跌 帶來的壓力 但基本因素面沒有變 只不過市場有少許 方失失的股壓 令股價跌得比較明顯 要買的一定要中線部署 不要保住短炒的心態 如果不幸在高價持續下跌 不要做風險管理 現在這分鐘辛苦的一定是自己 好啊 和大家看看這個版法 現在割造價先 見到中鐵建 最終收報在13.3的位置 全日跌得很深 跌超過6% 至於中交建跌超過5% 最終收報11.64 中國中鐵跌近5% 報9.3號6 至於藍車、北車 暫時停牌 藍車停牌前報15元 北車報15.8號6 最後 港股最終收報27,289點 全日跌超過1% 要跌350點 國企指數跌228點 收報13,768點 大市成交到1,616億 郭Sir,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哪一種是持有的 是沒有的 好,謝謝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環節